这种是一种无脑的 是on truth的行为来的 难得可以进入主教山配水库参观 为什么彭志明这么激动 这么不满呢 原来是因为 我去了主教山配水库 未去主教山配水库之前 我只是看照片 那里就很漂亮的 很有罗马建筑的风格 还有有些石柱 是真是很令人向往的一个地方 一个很好的香港遗跡 那我去了之后呢 给我的感觉是非常之差 那个感受是很差的 来自什么呢 它是一个大的破坏 是对这个地方的一种不尊重 对一个古迹的不尊重的破坏 我下到去呢 见到很多那些 围城啊 限制人家怎样怎样走 这个第一 第二呢 去那条路 弄了一条路 给人走 那条路呢 它就弄了一些射灯 那些射灯都很大 但是那些射灯射哪些东西呢 就没有东西射的 乱这么安装的 而且安装得很多 那些射灯就很大 很大一件事了 它还有两只射灯 就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之后呢 它用另外 就再弄一个罩 来罩着那种射灯 就怕别人踢到射灯 那谁知道呢 我们沿途见到很多人 甚至乎我呢 都被射灯和射灯的网 被射灯射 全呢 没必要 还被射灯射我 后来我们出去之后呢 我问那些 有些 工人啊 或者是他们的导赏团 我说 下面那些射灯 你们有没有曾经 被射灯射过 那个工人 是一个苦笑 令雅令雅头 但他不敢回答我们 接着最大破坏呢 他有很多条石柱呢 就挂了一些呢 景点一 景点二 那些很大张的 过胶的牌 大家知道 那里是景点来的啦 要不需要弄这么多个 那些牌 那些牌是很陆尊的 没有设计 而是过了胶 挂在那里呢 这个呢 是督眼督鼻 原来呢 他呢 就弄了一些导赏 在这里 告诉别人 这里是景点一 这里是景点二 这种呢 是一种无路的 是按照的行为来的 是非常之厉害的 那我觉得呢 他是对我们香港一个 一个文物呢 的一种羞辱 我们去过很多地方 看到一些岩洞啊 或者看到这些地下固跡呢 都没有这个那么可恶 没见过那麽大的破坏 我都不知道 现在这一班人是怎样去做这些事 或者去设计这些事的 是什么呢 是 虽然参观过程令人沮丧 但是 我们仍然尽力地 将配水库最美的一面 拍摄下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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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欣赏之余 也可以反思 如何在保护古迹之余 尽量保留它的原貌呢?